牛肉三文治到了 但我覺得會拿垃圾出來 主要是介紹這個綜合大樓 裡面的飯是拌了汁 很好吃 即是你說這座那麼神仁的東西 是不是經常都沒有入客 是一間有文化氣息的店 是不是很漂亮 有畫寶的感覺 我也要寫一張竹圓 它是有點髮色的章魚石 現在晚飯時間 一個客人都沒有 賺錢片份和JJ 本節目內容由iCAN旅遊指南贊助播出 今天又新一日了 我現在就出發 今天的任務是本丁和谷丁、綠丁木 專題介紹一大堆的綜合大樓 我們現在go 走過這個空天閣本通 看到有一間這樣的遊戲機中心 我很好奇為什麼裡面 還會有人玩這些古代的遊戲 進去看看 裡面的鏡子夠到爆 Oh my god 我還是趕時間去拍攝 不看他們 有這些變態扭蛋 這些扭蛋 大家有沒有玩過 不知道好像扭一些底褲 扭一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不如扭一塊出來 但我覺得會扭一些垃圾出來 我現在路過這個通天閣本通 要找這個和牛三文治試吃實測 我看了這個矮鏡旅遊指南的舊版 就看到有介紹這個和牛三文治 很想試 哇!他門口已經有很多人了 我現在過去買來試試看 實測 我來到發現 它的牛不是和牛 因為它沒有寫是和牛 但它以前不是說是和牛 不過不要緊 我很餓 所以我選了這個最便宜的一人錢五百日圓 試試看 牛肉三文治刀 有六件的 它有三個醬汁 每個醬汁只可以擠一次 那我是不是打橫這樣擠 我先試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醬 好 先試一下 都很厚 牛肉沒有味 只有醬的味 我的口已經說不出話了 但是呢 也挺好吃的 又便宜了五百日圓 有興趣過來試試看 拜拜 這個醬汁味 是挺有趣的 甜甜酸酸的 它的牛肉 都不是很薄的 都OK的 好吃 是好吃的 抵食 五百日圓 牛肉三文治好味 以這個價錢來說 真的抵食 這麼大便 三百日圓 我現在來到谷丁綠丁木 我正準備出發去採訪幾座大樓 我亦都在旁邊 找到幾間餐廳 是值得去一試的 所以我現在就先去吃東西 因為我現在十二點 吃飯 我怕一點很多人拍不到掌 其實這個區 都跟中奇丁有少少相似的 有少少老人社區的感覺 很多小店 不算很繁榮 我最喜歡去這些 不算很繁榮的小區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那些深宅橋 好多人的地方 我完全不想去 因為我想有回旅行的感覺 如果你說我嫌棄遊客 你自己也是遊客 那有哪個遊客 是想去到 全部都是香港人 大陸人 台灣人 你聽得明白他說什麼 完全沒有旅行的感覺 好像在本地遊 是沒有感覺的 對不對 我看完這本 我去到Ican旅遊指南之後 某程度上都很佩服 大寶倫小姐 他找的地方 真是山卡拉 那麼遠 完全未去過 未聽過 未見過 唉 然後這個區 完全是一個住宅區 我不覺得 會有任何的店舖存在 但他事實 真的有很多的店舖存在 在這裡裡面 所以 今次我跟他某些旅程 去更新的店舖 都大開眼界 我現在去到一間 叫傑金茶寮的地方 吃東西 他都蠻特別的 我找到 是位於這個 谷丁和本丁交界的 一個 懷舊料理 也不知道算不算懷舊料理 總之我覺得 它環境蠻好 野食蠻特別的 它隱藏在一些行籠裡面 帶大家去看看 多忍快 是否這一間呢 傑金茶寮 哎呀 是傑金茶店 就是這裡了 超隱世的 你看看這裡 嘩 在這些 住宅居民裡面的 這樣都被我找到 厲害 古民區改裝的 料理店 這裡真的很有感覺 原來已經12點很多人了 先脫下 這裡是要脫下的 OK 我現在就埋位了 一幕子說 我看鏡子 色文在外寫 一家 我在寶寶 他說 我在寶寶 一家 我寶寶 他找到了 i put it in his pocket a tisket a tasket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好 我現在就來這間結音茶店 這個在google map裡面評分非常高 有4.3分 那我就覺得 慕名而來 但我想這間五鬼山卡拉的地方 應該沒什麼人的 但是我避開那個Lundrawa 我12點就到了 但我都遲了到少少的 都12點半才到 已經全場爆滿了 我都很幸運可以坐到這個 是角落頭位 可以拍到片給大家 如果不是 有人在我後面前後左右 都拍不到 這裡環境很超和 年代感覺 又是我最喜歡的 懷舊木屋 這些是 我想是京都和大阪的 舊式房屋來的 如果你很喜歡這種古舊的味道 一定要來這裡試一下 這裡的料理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它的LUNCH 只有一樣東西吃 你不需要說你想吃什麼 你只是說你多少人份量就可以了 它是SATDA 我等了很久 還沒有SATDA 我等了半個小時 12點半 現在已經1點了 但其他本地人已經到齊了 好想吃啊 好餓啊 快點吧 不過沒辦法 只有一個女人在這裡工作 嗨 多謝 哇 到了我的餐 好漂亮啊 雖然它不是什麼珍貴的食物 但它的擺盤和整體的氣氛 都是很棒的 現在準備吃東西 先放好一會 第一個想吃的是那些小闊 因為全部前菜 應該先吃的 它這些網絡有一點點 中式料理 其實像我們平常煮一盤的味道 冷的 冷盤 嗯 全部都是蔬菜 牛磅 蒟藥 有菇 積蟻瓜 然後這個是南瓜蓉 還有這個是西蘭花 這裡有一個是肉 對 肉類 不知道是什麼肉 好像是雞 然後還有兩個豆皮壽司 很漂亮啊 這個好像櫻花漬的蓮藕 這個藝瓜淡淡的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有一點海苔的昆布味 這裡的食物是比較本地人 民居生活日常吃的東西 像我們香港那種茶餐廳 還是什麼呢 總之是很本土的人食的家庭料理 嗯 這個南瓜蓉很好吃 它裡面加入了其他不同的蔬菜配料 有些海鮮味 很好吃這個南瓜蓉 精彩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雞腿 不知道是熱還是冷 原來沒有飯 這個豆皮壽司就是我們今天的飯 嗯 是日式的豉油雞腿 很難得它可以把雞腿煮得這麼粗 是不是 它煮了很久 它應該是用蚊的方式 再試一下關東煮蘿蔔 嗯 這個關東煮蘿蔔很好吃 首先這個蘿蔔沒有渣沒有筋 這個是日本蘿蔔的特色 它裡面好像加了柴魚 蚊布那些很多東西的調味 是很入味 這個蘿蔔非常好吃 剔豆皮壽司 嗯 它裡面的飯是混了汁的 很好吃 不是壽司白飯 嗯 有湯汁好吃 還有些蔬菜 看起來很容易散掉下來 因為它裡面是比較濕潤的 這個豆皮壽司也很好吃 在這個環境吃這些東西 很棒 全場有很多太太和姐姐在吃飯 這裡平均的年齡是六十六 我想我有沒有誣錯過姐姐的年紀呢 怎麼看都是上了年紀 女性來這裡多 因為這是一個老區 他們應該是照顧了小朋友 或者照顧了子女之後 出來探查 和子女妹一起吃午餐 這裡很自由 這個湯有這個 金針菇 銀杏 是不是銀杏 不是 原來是檸檬 檸檬加金針菇的味道 原來挺特別的 還有一個昆布湯 好吃好吃好吃 除了幾個小撥 我覺得很一般 因為好像中菜之外 其他都很好吃 最好吃都是南瓜熊 還有蘿蔔 豆皮壽司 真的和外面的豆皮壽司 是不一樣的 家庭式的豆皮壽司 這個牛崗很軟 猜不到吧 好吃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 因為我找資料 找得很辛苦 還有如果覺得我找的資料很精彩的話 記得去捧場買一本 矮劍旅遊指南 京版神的2024版 記得去買 我繼續吃東西 待會再帶大家去看看 綜合大樓 待會見 這個蘿蔔點 很入味 是不是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真的最好吃 我覺得最精彩 好 現在去完結陰茶廟 我們再穿過這些神隱的行龍 再回去 拍攝其他綜合大樓 還有看看附近還有什麼特色的餐廳 或者是咖啡 或者是外賣店 可以介紹給大家 先看看 哇 這裡被我發現到 一間漫畫主題的咖啡店 裡面是超多人 坐滿了人 好了 我們下一個景點就是 蒙 這座綜合大樓 就是位於 本丁和谷丁綠丁木中間交界 這座是一個古建築 改裝而成的 是由本地政府 所以其實挺特別的 大家如果離開這些地方 都可以來參觀一下 有沒有東西適合看 我現在去看看拍照 採訪 我想說 現在看到這個男人的頭 不像何鴻生 大家覺得像不像嗎 你說這座這麼神隱的東西 是不是正常都沒有遊客 或者好像我們這些人知道 所以我們要去拍一下 原來是植木35的人像 原來我說剛才好像何鴻生的圖像 原來是植木35的人像 因為這裡有一個博物館 原來他是一個通俗小說的文學家 很出名的 還有他的獎項 是搬了很多年 35相手相作品 你看看多少 這裡有他的博物館 但如果你不懂日文 又不是日本人的話 其實應該沒什麼興趣看 但因為我要更新一些有文化氣息的東西 所以我就過來這裡拍一拍 這座大樓的頂樓 原來還有美容Salon 但沒有開門 星期六都不開門 有沒有搞錯 好 我又回回去 這裡也挺隱蔽的 就是有點古文宅的感覺 舊樓翻新 這個廁所也很漂亮 有木門 有馬桶 但是這裡很小 以這個舊建築來說 其實這裡也挺漂亮 不過很小店 而且很小 稍稍去另外一個場地看看 好 接下來我下一個景點就要去練習 其實我開始有點懷疑自己為何要去這幾個地方更新 直接刪除了它就算了 這個方圓十里都好像沒什麼店舖 不知道今天星期六都是鬼影母隻的 再加上下雨 這裡很冷清 我現在來到這裡練習 它的日文是Nan 沒中文字 只有日文字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這座比剛才那座有氣勢更多 進去看看有什麼店舖新開了或者還沒得到的 這座比特大 這裏有很多產品都是文字產品 是一間有文化氣息的店舖 有很多文字的襟章、頸鏈、耳環 很多有趣的東西 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看看 很多東西看中 不過我又不想浪費在無謂錢 所以還是看看就算了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鑰匙扣 剛好珠珠,她這麼喜歡去咖啡店打卡 但我又覺得她不會用 所以想想想還是不要買給她 這筋有很漂亮的圖案 很漂亮,你知道我買來做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想不到可以拿來做什麼 就是這條筋 我打算套一件衣服的樣子 就像CAMDIGA SONG一樣 CORRECT Hi,NOMO 有新的... 咦,有沒有人做手信想要這塊筋呢? 你覺得漂亮不漂亮? 你覺得漂亮嗎? 不如買多一塊做手信 它很便宜而已,900日圓 即是60元 60元值 不如把樣子給大家看看 我可以拿下來嗎? 是不是很漂亮呢?900日圓 我在這麼多地方都沒有看過 這個應該是我們自家設計來的 很漂亮嗎? 如果我放在三屋裡載進去 是不是很像這次的SONG? 是不是很漂亮?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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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還有貓貓圖案 貓貓圖案 還有貓貓圖案 全部都是貓貓圖案 那塊好像沒有了 只有一塊而已 很漂亮啊 剛才我買的那塊 不如買兩塊 我來做手信 不如送給觀眾 過來做Giveaway 好,一如就這樣找 我終於開單買東西了 我要買兩塊 我知為何我走了這麼多天 我沒有買過東西 因為每天都很忙碌地拍攝 今天是唯一一個目標 是要行商場 但不是商場 是一些小綜合大樓 這些綜合大樓 都是比較有特色的店鋪 不是連鎖店 因為它是一些文化會社 政府開的 不是 政府籌劃這個綜合大樓 給一些有文化氣息的店鋪開 所以它們的東西跟外面不同 然後就特別 這裏有一間和服學院 如果有興趣玩穿和服的話 可以在這裏學 上二樓 這裏很有文化氣息 在這裏 租三三千多元 試穿的話就一萬元 這個旅程 基本上我看到這些七夕吊式 我都要寫一張祝願 希望一切順利 收視爆燈 多人看 多人訂閱 多人讚好 多人分享 多人留言 多謝捧場 最重要是祝矮劍旅遊紫南 大賣 京阪神 大家記住買吧 好 我先吊起它 掛起它 因為又要勾上去 挺好玩 祝矮劍京阪神大賣 大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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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走到凶掘商店街 噔噔 這裏就是凶掘商店街 這條凶掘商店街 就是老人社區的商店街 買東西 吃東西生活 很基本的東西 不是很遊客的東西 不過也有一些手信店 或者是茶葉店 坤布店 木魚店 很多買乾貨的地方 都適合大家來買東西 但是呢 其實我現在的目的地 是去凹 不是粗口 是凹 是綜合大賣大賣 好了 我現在在沿途去凹 的時候 發現了一間約茶店 有超完美的班戟食 也不貴 是超隱世 有 是在民居的小行 不是我去拍 大家應該都不會找得到這間店 也未必有興趣去 我現在就去拍 讓大家看看它關門尾 原來那間日茶店是這麼隱蔽的 在這條行李店 這間日茶店叫月心 還未見到的在哪裡 是不是這間 是不是這間 有人這間 應該是這間吧 它的招牌只有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的名字還要小 我的指甲真的找不到 大家一齊看看 沒有招牌的 真是超隱世的 我現在來到金三角 第三個綜合大樓 這裏叫Fut 不是粗口Fut 是Fut 忽然Fut 這裏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有cafe 應該是cafe 就是洋食店 有和服體驗店 可以租和服 試和服 買和服 那些東西 另外這裏還有一間 是G福萬 就是壽司店 這間壽司店我都想吃的 但因為它開六點 那我現在 難道我不需要下午茶時間 應該吃不了了 所以我就來拍一下就算了 介紹一下給大家 我先聽到 喜歡看 小很堅狀 小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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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小百分 我現在就來佛綜合大樓 裏面有一間Cafe 叫Crye Daily Cafe 裏面是有一些小物店 譬如有很多布袋 茶杯 餐具 小物 杯 膠紙 布袋 還有很多手筋 頸鏈飾物 明信片 很多小物是雜貨店 中間這個位置還有一間Cafe可以吃蛋糕 吃三文治 很放鬆 很有文化氣息的地方 我點了一個每天都不同的甜品 590日圓 加飲品的話再加330日圓 大約900日圓 然後我就點了咖啡和蛋糕 不如先試試蛋糕 看看好不好吃 這個是蘋果蛋糕 很鬆軟 很香甜 很日系的味道 因為有些肉桂的香 蘋果的味道 你不要期望是驚為天人的好味 正常的好味 感覺到日式和港式的甜品是有些不同的 好像比較結實的感覺 可能用日本麵粉的口感和味道也有些不同的 這裡也沒有什麼好值得多介紹的了 因為都是蛋糕而已 我們接下來就會再去空挖商店街採訪 還有去試一間章魚燒店 嘩 吃很多東西 吃到肥皂 下次再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這個文化綜合大樓金三角 就是蒙 鍊 鍊 和窟 是三個不同的地方 我想做這個綜合大樓的目的 就是想帶動這裡的經濟 因為這裡全部都是民居 只有空挖商店街和這三個地方 是特別多店鋪 大家如果有興趣深度遊這個大阪的話 絕對可以來這個谷丁綠丁木這個金三角 蒙 鍊 鍋 一起看看這裡 有什麼好玩 好吃 打卡 拍照 YEAH 好 我現在就來到FUD的旁邊 就是一間章魚燒店 但這間章魚燒店很不日式 它是有點髮色的章魚燒 因為它加了很多的芝士粉 很漂亮 但因為我拍片拍了久一點 所以散的粉溶了 但一樣很漂亮 我先試芝士味 看看跟外面的有什麼分別 淹了芝士 正常的章魚燒味多了些芝士 那個餡料比較鬆 不是很結實 譬如在船上做的章魚燒 因為我加了很多材料 所以很結實 它這個是比較鬆軟 裡面的空氣感比較多 好 再試試原味 它說這個是當店特色 OSUSUME 好吃 吃得出來裡面有些紅薑絲 很香 你說是不是很驚為天人的好吃 不是 但它比平日外賣的 比較香 裡面的鹹 章魚也很彈 但這裡整個環境 好像酒吧一樣 可以慢慢享受 慢慢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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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這個是檸檬梳打 裡面有很多檸檬 味道 不知道是怎樣 很香的檸檬味 它應該是糖漬檸檬 事先有糖漬過 所以你感覺到是香甜 檸檬 用心製作的食物 多做一顆 很香的味道 我吃完再去吃 這個有七個口味 可以選擇兩個味 中間鹽 這個就是芝士的款 然後下面有一個綠色圈圈的 就是上面自選的口味 選一個 再加一個芝士口味 就是1300日圓 我們就選了這個1300日圓 下面也是其他款式的食物 而這裡也好像一間酒吧一樣 必定要選一個飲品 對 自己會脆 用一下飲品 不會再吃 這間章魚燒 只開到4點鐘 如果是遲到4點鐘 就會收檔 就這樣 我現在路過這個地方 真的很漂亮 特別品種的壽球花 看到嗎 中間是細花 外邊是大花 好漂亮啊 到處都這麼漂亮 這裡只不過是一條 普通街道路邊的野花 我現在到達大阪農林匯館 今天主要是介紹這個 綜合大樓 這個也是集很多品牌於一身的 舊大客 這個前身好像是一個銀行 現在就變成了一個商業大廈和創意的小店 其實這個品牌不新的了 不過它裏面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我們那本矮劇旅遊指南 都是要重新更新 它裏面有些什麼店舖 可以健全 現在 或者已經鎖了 所以我要找回新的店舖去更新 看看 Maischen Margiela 我已經看不到它的名字 但以前是有Maischen Margiela的 Maischen Margiela現在流行 所以它都不存在在這裡 我懷疑 一於上去看看它還在米道 好 好了 我現在來到這個大阪龍琳會館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裡是一個古老建築物 有水晶吊燈 有超美的樓梯 其實打卡也蠻漂亮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店舖在樓上 是隱藏在樓上的 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這裡樓高五層 上了頂樓先 不知道會不會是工作室來的 好 立刻拍來看看 店舖好像沒有開 三門STUFF ONLY 哇 三樓 三樓 不知道是甚麼地方 好了 我發現五樓是沒有東西看的 我先下去 下去看看五樓有沒有東西看 嘩 這裡真的很漂亮 看看多漂亮 下去 嘩 很多detail位 好漂亮 GoGoGo 嘩 這裡有很多牌子 這裡有很多牌子 進去看看 嘩 有小店 這個感覺 應該這麼像去醫院的 這個感覺 但原來真的是泡鐵來的 這些又不開了 再看看 飛發浪 時裝店 前面好像沒有東西了 有點像鬼屋 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是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裏是說恐怖的 這裏又有牌子的東西 時裝店 這個大阪農業會館 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去了PMQ 又沒有冷氣 又要走樓梯 其實有升降機 不過那部升降機 走樓梯更快 好了 我現在就更新了 這個大阪農業會館 上面有很多小眾的店 有一些是 飾物店 時裝店 男裝女裝 什麼都有 還有文創用品 一些文具 雜貨 食物 很多不同類型的店 但有一兩層是完全沒有店 或者躲得很入 才有一間小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發掘 一些古靈精怪的地方 這種綜合大樓 比起大商場 是有神秘感 和有畫寶的感覺 有興趣可以過來走 不知不覺我已經來 這個心齋橋根 走路都走到來 我想告訴大家 這裡有一個溫泉休息的地方 其實算是燥塘 可以上去休息 即是你走到很累 然後又不回到酒店 又想休息一下 或者洗個澡很熱 那你就可以上去 放鬆一下 我找一下地址給大家看 好了 如果大家想來這個心齋橋 放鬆休息一下 可以上去四樓 有一個簡單的 可以洗澡 可以洗澡 可以洗臉 可以溫泉 可以浸浴 可以浸浴 但是它有間歇性的休息 以及有不同的日子 是為男奔 有不同的日子為女奔 有不同的日子為女奔 有不同的日子為男女奔 所以不是每天都可以去的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他們的網站 檢查一下 雖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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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休息的 所以大家來之前 記得先準備一下 上一上去的網站 看看開不開 好了 我現在因為要更新 這個矢劍旅遊書 裡面有其中一間店 叫做IKR51 對了 這間店 我以前也有訂購的 很多人都介紹 因為它的當飯超便宜 只是1000日圓左右 但是它現在已經加價 加到1000幾 2000幾 3000幾日圓 所以我要過來更新 一下究竟它是不是貴到瘋了 還有人說它份量少了 食物都沒有那麼好吃 因為已經變了遊客景點 所以我現在過去門口那裡裝一下 我不一定吃 大家看看裡面 現在晚飯時間 一個客人都沒有 但是旁邊門口的店 都排滿了隊 好了 我現在走進去這個 深齋橋根 很長的 其實我的目的地 是要去南船場 但是原來南船場 沒有什麼好行 我努力在找一些特色的小店 但還沒找到 看看行李箱多少錢 好了 話說我來出發的時候 推爛了行李箱 我就在深齋橋買過新行李箱 因為我發現 如果拿去整個行李箱 更麻煩 不知道哪裏掉了個輪子 可以換 但是你三腳輪子 又很難退 於是要買過新 還有我買了旅遊保險 可以提升少許錢 這裏只賣6,900日圓 雖然是便宜行李箱 不過可以先用 都可以 它裏面有很多款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過來看看 這裏是位於深齋橋 尾 在Daiso對面 6,900日圓 因為退稅 6,900日圓 可以買到 好 幾百元搞定 不用那麼辛苦 好啦 我今天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已經拍了我要拍的東西 那就開始下班 下班 現在7點 去找找有什麼好東西吃 這次就不是採訪了 純粹想吃我自己想吃的東西 其實這節很悶 我們不如打到回庫 看蚊子轉抽 這裏好像不太對勞 走了 都是藥妝店 但好像無限盡頭 好像沒有盡頭 人心無盡頭 我還是回盡頭 我昨天在Donkey那裏買了一個耳塞 一千多日圓 這裏是買一百日圓 就是傻了 雖然質素可能是不同的 但我昨天戴了那個耳塞 耳痛到糟糕 我想嘗試 反而這些便宜一點 軟一點 會不會舒服一點 一百日圓和一千多日圓的分別 所以我很少會去激安買東西 來到日本 夏天當然要吃水蜜桃 讓我找了一個超紅 像個屁股一樣 耶 超美 我呀 好慘 因為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收工了 沒得再批評老闆錢 所以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的便宜 雄JJ 雄JJ 當然要吃 Sukia 沒得吃貴食物 沒得吃和牛 我要吃這個Sukia 雄JJ的飯到了 香蔥牛肉飯 加蛋 那就一頓了 今集又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 下一集我將會去到京都拍攝京都篇 京都這個地方隱藏了很多特色的美食 究竟我在京都裡找到什麼特色小店可以分享給大家呢 記得訂閱我 收看下一集的京都篇 不要錯過精彩的節目內容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CLS 留言、LIKE和SHARE